朋友七八年前送了一块万国手表 现在想把它一两万卖掉 结果故事很精彩 结局很尴尬 我们一起看一下整个过程 回收啊 这个表哪里买来的 老早它是朋友送的 有七八年了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表吧 万国的 看一下 这是IWC万国的手表 秒针是在下面的 这两个针是保鸡针 这个表看起来是不简单的 它送给你的 在那时候是西班牙的 在哪里买的你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哪里买的 多少钱你知道吧 它是因为我才知道 它说能收价格嘛 那你这个价格有了解过吧 也了解过了 它这个表跟这个表类型不一样的 它一般两万三万好有 它要十多万左右 那你心理价是想多的 我心理价是多一点是更好了 一两万差不多 一两万啊 我哪有团给还包他 你真假看过吧 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真是假不知道对吧 鉴定的话要29一个的 这个鉴定 对 可以 找一下 29元 如果真的话你是想卖一两万 对吧 我们店里 我看一下也是有万国的 绿面蒲记 给你做个对比好吧 首先啊 你这个表 从外观看 应该是属于18K金的 因为它是玫瑰金的颜色对吧 但是没有任何的贵金属印记啊 我给你找一个有贵金属印记的手表 18K金呢 它这里都有天平印 也有狗头印啊 这里有个750的印记 你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然后 还有个问题是比较轻 你听一下 这个感觉要闪架了一样的 你这个材质都不对劲啊 而且很轻很轻的 我找一个钢款的手表 你再颠一下嘛 你这个是跟数量的分量一样 我这个是不是比较重 钢表都比你这个金表都要重了 对吧 还有吗 就是看机器 瑞士名表啊 你看它的链条 怎么可能做工这么粗糙 看到了 缝隙很大的 而且很歌手的 你看 指甲都能割掉下来了 瑞士名表 它是不可能做出来歌手的 肯定是很圆润的 你摸一下这个感觉 都是很圆润的 然后再看机芯好吧 你看一下你这个表 甲板是不是很毛糙的 对吧 都是没有抛光的啊 然后再看一下我这个 你看是不是很精密的 所有的倒角甲板 都是经过金打磨处理的 看到吧 连螺丝都是经过 抛光打磨处理的 指针都不用看了 从你的外观 还有这个机芯去判断 你这个就是假的 对假货 所以卖一两万也是不可能的 好吧 再见啊 好